炒股团,我是团长 今天团长跟大家分享一个 跟随炒股的技巧 跟随大佬炒股 马斯克涉足的三大领域 都受到了资本的追捕 那么谁是马斯克呢 昔日为能称道的钢铁侠呢 如今呢,似乎已经放飞自我 在推特上呢,大放厥词 而且还在直播中呢,吸大麻 马斯克呢,他是一个有报复的成功人士 他是特斯拉和SpaceX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计划实现在火星上之明 对于能工智能呢,他也有自己的想法 认为人类呢,可能会成为AI的洞 除了特斯拉和这个SpaceX 可能你不知道的是呢 马斯克名下的公司和产业 已经涉及了从能源到交通 再到医疗的方方面面 他被称为钢铁侠呢 我认为也是名副其实 我们看一下马斯克的产业帝国 和其他知名的企业家相比呢 马斯克的思维和行为呢 似乎有些异于常人 但可以确定的是 马斯克现在是一个让人们 耳熟能详的名字 而且还有可能成为未来的代名词 他手下的公司几乎已经涉及了 所有的主要行业 甚至全球性的问题 甚至还有可能成为该领域带来 颠覆性的重组的公司 其中我们比较熟悉的 有特斯拉 SpaceX OpenAI The Boring Company 实际上除此以外呢 还有这个生命未来研究所 超级高铁 星链 以及太阳城 他有如此多的产业 而且每一个公司基本都代表了 该领域的前沿 我们最熟悉的这个特斯拉公司 他所生产的特斯拉的这个电动 新能源汽车 也是在电动车领域呢 是霸主 行业第一 一点都不为过 SpaceX公司呢 从事火箭发射的 甚至为美国这个航天局 去承担发射任务 所以这是民用航天的最高水平 而其余的呢 我们可能了解不多 那么今天呢 团长主要讲的三个方向呢 是他的特斯拉 跟这个SpaceX 星链 以及太阳城 主要讲这四个公司 所引来的一些投资机会 以及资本是如何追捧 那我们先来看 特斯拉 特斯拉呢 是我们最为熟知的 他也是在美股上市的 目前呢 特斯拉的市值呢 已经超过了大众汽车 是福特和通用汽车 两家公司市值的总和 达到了将近1500亿美金的市值 当时呢 最近前几天的最高股价 创出了这个历史性高 达到900多美金 其实呢 在去年呢 特斯拉的股价呢 一度呢 是低到200多美金的 当时呢 分析师全面看空 认为他持续亏损 上面上现金不多 很有可能会破产倒闭 但是经历了短暂的低迷 特斯拉呢 选择了在中国上海 设立了特斯拉中国工厂 同时呢 不到一年的时间呢 特斯拉呢 成功量产了 在中国上海的这个国产特斯拉呢 已经下线 并已经交付 所以他股价在 这一年多来呢 翻了两倍 有余 所以说投资特斯拉的人呢 都获得了巨大的回报 可见呢 这个特斯拉公司呢 受到了大量人的追捧 其实特斯拉现在目前的交付量 可能是福特通用汽车公司的领头 但是呢 他的市值已经超过了他们两家的总和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A股的特斯拉板块 大家可以看一下A股的特斯拉指数 最低呢 1700到2000 将近2700 其实他跟特斯拉股价也很相像 其实也是不断的在大涨 尤其这一波主升浪开始的时候 是因为特斯拉在中国上海工厂的车呢 交付了 然后引发了市场的 对他国产化带来的巨大市场需求的这个想象 所以他股价呢 从此呢 开始一路向上 整个特斯拉产业链的 其实出现了大量的牛股 团长在之前呢 在公众号呢 也有讲过 像虚生股份啊 托普集团啊 等等 这些特斯拉的核心供应商 都获得了 比较好的特斯汇报 我们来看一下 特斯拉的这个供应商 这在 好股团团长的 这个公众号里面有写过 大家可以看到 托普集团 温畅股份 虚生股份 三花之控 君生电子 大家可以看 东三金蜜 中叶达 科达利 大家可以看 他们分数的 为特斯拉供应的这个 原器件和它的价值 那么因为特斯拉如果 在上海工厂呢 它的目标是年产50万辆 这是摩托 三 好几台的摩托Y 高端的一些 车呢 也会在上海工厂 进行投产 所以对整个产业链来说呢 肯定会诞生 像14年 苹果进入中国的时候 诞生的很多 苹果产业链的牛股 苹果产业链很多股票 涨了10倍呢 甚至现在还在不断的创新高 一些半导体的股票 那么汽车呢 它的价值含量呢 想象力呢 肯定是大于手机的 所以一旦特斯拉呢 在中国上海呢 真正的规模化 上市的话 那么 想象 它的这个产业链的股票 会有多么大的这个 投资回报率 其实团长呢 也持有一些 特斯拉的这个 相关的产业链的公司 以上呢 是特斯拉的 这个产业 带来的一些机会 那我们再讲第二个 新链 新链呢 可能很多人不了解 也没听过 他讲的呢 是卫星互联网 使用的是低轨卫星 我们知道 现在的互联网 是移动互联网 对移动互联网 通过光纤 通过这个 基站等等 传输信号 那么 SpaceX呢 他因为完成了 大量的这个 低轨卫星发射 一共发射了120颗 低轨指的是 2000米 2000千米以内的 他比高轨成本 根底更划算 他今年呢 计划要发射 1440颗 按照他们 公布的机会呢 他们申请了 低轨4万个位置 为什么要 做这个 卫星互联网呢 做这个低轨卫星呢 因为目前呢 全球还有 速食亿人 因为现在地面的 网络设备覆盖率 并不高 所以他们并没有 享受到互联网 带来的便捷生活 因为 大家可以知道 一些基站呀 光纤呀 电缆呀 这些 其实成本还是比较高的 那一些欠发达地区 没有那么多资金呢 去做一些 基础测试建设 所以 马斯克想做的 这个卫星互联网 他主打的功能就是 天机高速互联网 接入服务 用于触及地面 接入方式 无法到达的 地球向 众多空白区域 进而呢 极大提高 全球范围的 高速数据 传输服务 覆盖率 也就是 未来是全球 所有地方 都会有网络的 不需要地面的 激散 对吧 不需要光纤设备 不需要电 只要通过低轨卫星 就可以实现 那你想 这是一个 极富创造力 跟颠覆性的 一个计划 一旦他 真正落地 那也可以想象 他爆发出来的 商业价值 是有多么大的 那么他给我们 这个一股带来的 什么样的机会呢 首先我们要知道 资源的稀缺性 以这个SpaceX为例 他2019年 发射 1400颗 2027年之前的 计划发射 12000颗 总共的轨道申请 达到了 42000个轨位 那么 对于卫星通信的 频率资源 还是 天空的 轨位资源 它都是稀缺的 因为天上 卫星的轨道 你不能跟人家 重复 重复就撞了 所以呢 这个资源呢 如果等到国外的 卫星都占领了 那我们国内再想 追赶也无能为力 因为没有空间 给你放 这导致呢 我们除了考虑 商业价值以外呢 这是必须要抢占的 战略级的 轨位资源和频率资源 所以我们呢 作为航天和通信的大国 肯定会及时更新 要及时的这个 抢占资源 否则等人家都做完了 我们也没有机会去做 这个不仅仅是商业价值 那么对于 这样的这个机会呢 我们可以在A股上面 找到两部分 一部分的是前端机会 它就是卫星制造 对吧 你要发射这么多卫星 你总得造很多卫星吧 航天科技集团呢 在全国卫星制造专的 市占率达到80% 这是一个完全集中化的市场 出来一个百亿的规模增量 就会带来一个 非常大的投资机会 最受益的公司呢 是中国卫星 它的大股东是 航天科技集团 它是80%份额的 央企集团唯一的 小卫星制造品牌 保守估计呢 市场份额在50% 150亿的采购呢 就会有75亿 净利润的增幅 就会达到7.5亿左右 所以这是从业绩上来看 那么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中国卫星最近的股价 还是比较坚挺的 这是前端机会 再一个我们看后端机会 后端就是卫星 互联网的运营端 你前面要发射 上天 再一个就是我们要去运营 跟运营商一样 对吧 中国移动联通电信 中国目前卫星通信的运营商呢 它只有一个 就是中国卫通 它也上市了 也是从A股上市的 参考这个SpaceX 整个组网完成之后呢 卫星通信加物联网 两段产值预估在600亿美金左右 如果600亿美金 就是4000亿人民币 就要3.5%左右计算 中国卫通的市场空间也是很大的 如果再用云计算的运营商的估值体系 以5倍的PS去做估值的话 它会有700到800亿的市值目标 所以这个想象力还是非常大的 那么它的股价最近呢 也是比较坚挺 因为这个信息呢 也是最近才出来了消息 并不是过时很久的信息 这是前端后端机会 当然也有一些产业链呢 给他们提供设备的一些机会 这个大家可以仔细去查一查 了解一下 对啊 为卫星提供一些元器件的 这样的半导体里面的一些股票 我讲的主要的两个计划 下面呢 我们再看第三块产业 太阳城 这是马斯克的第三块 太阳城呢 简单来讲 它是光伏发电 马斯克证实呢 特斯拉将在欧洲和中国 扩大其太阳能屋顶瓦的这个业务规模 并声称呢 太阳能光伏将是自己的主要业务 马斯克描绘的这个业务 整合前景它是这样子的 用户呢 可以将特斯拉的电动汽车 开到太阳城屋顶电力系统 提供电力的加重充电 储存在特斯拉蓄电池中的能源 也可以用来给电动车充电 如果特斯拉的用户想要使用太阳能驱动汽车 在现有情况下 必须先安装太阳能电池板 等等 在整合了太阳城的业务后呢 特斯拉可以建立起一站式商店 用户可以无缝获取太阳能驱动汽车的解决方案 这是一个非常有想象力的前景吧 因为我们现在的电能是水电还是火力发电 太阳能还是非常少的 所以特斯拉是电动车呀 如果你是火力发电 其实还是有污染 对吧 水电不是所有地方都有水电站的 所以要想真正做的环保高效可持续 利用太阳能充电 这是一个很完美的想法 所以特斯拉呢也做了这块业务 马斯克也做了这块业务 那么对于这么有伟大想象力的这个事情呢 我们作为投资者呢 理应呢应该去看好 对吧 未来呢是属于创新者 那么A股相关的机会呢 其实也就是光伏行业的机会了 训练行业内呢 普遍意识到这个单金龟的制备技术呢 提升导致产能扩大 光伏行业呢 老数发新芽 因为以前光伏行业是产能过剩的 但最近呢因为 这个技术上的这个突破 又迎来了新的面貌 主要是因为呢 是这个叫非金龟和这个金体龟翼翼节 就HIT HJT的这个薄膜的这个技术最强的 它的转化率高成本低呢 受到市场追捧 也就是技术的革新光伏行业 那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是HIT啊 它能给我带来什么 这光伏行业的业内人士介绍呢 在这个降本增效的这个趋势下 光伏产业技术得迭代加速演绎 光伏电池本质是一个技术密集型的行业 技术创新呢 就是光伏最终成为主导人员的这个中间力量 所以在这种发展思路下面呢 HIT成为了近年来引起行业高度关速的这个高效技术路线 因为其呢光电转换效率高 性能优异降本空间大 评价上网前景好 所以呢 它成为了行业内功论的 是下一代商业光伏生产的候选技术 所以这是未来的前景 它核心就是呢 光伏产业技术升级 迭代的新一代产品 成本低效率高 就这么简单 就是成本低效率高 技术升级 它给光伏带来了极大的想象力 那我们再看一下相关的这个HIT的这个电池的这个概念的一些股票 我们看这个硅道环节的同位股份 硅辩环节的隆寄股份 电池环节的大手笔布局的商媒国际同位股份 耗材的苏州股德 设备的结家伟创 辅财的苏州股德 我们看到这些股票 其实这些股票最近的走势也非常好 因为呢 这代表了技术创新 我们以前讲过呀 A股 这个行情走势 这个驱动的逻辑啊 技术创新呢 是最具想象力 我们知道有事件驱动 有业绩 驱动 涨价驱动 这是技术创新 它带来的想象力是远超事件驱动 远超这些业绩的增长 因为技术的迭代的话 带来的增量 是你难以想象的 所以呢 他们呢 也代表了一些比较好的投资机会 以上呢 就是我们本期 关于马斯克 他布局的三大产业 受到资本追捧的这个 全部内容 希望大家多多 挖掘其中的投资机会 因为马斯克呢 作为科技狂人 他的一些 前瞻性的布局 代表了未来 投资呢 就是投未来 对吧 你提前 预知的未来 你也就收获了财富 好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感谢大家关注 希望大家多多转发点赞